Hello,欢迎来到其实您该,我是Dandy 今天来聊聊其实您该了解 不要晚上买椅子 太渴望爱情时反而容易遇错人给错爱 最近呢,我在社群上面意外看到这句话 我觉得它非常的有意思 怎么说呢,你乍看之下会觉得说 不要晚上买椅子 就是,这句话完全就是没有根据啊 前言不对后语,但你深思之后 你就可以了解说,诶,这真的是背后有其智慧存在 今天就来聊聊这句话所衍生出来 在感情里面同样也是适用哦 不要晚上买椅子的道理 你知道你工作忙碌一整天 你的工作可能是要长时间站着 或是每天就坐在那边办公室里面上班打电脑 那下班之后你要去买椅子 如果你是整天要站着走来走去啊 或是在外面很辛勤工作的人 你站久了,你晚上去买椅子 你随便找到任何一张椅子 然后能够坐下来 你就是可以暂时的舒缓一下你双腿的劳累啊 这个疲劳感就是会消除掉 所以任何一张椅子你坐起来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这张不错 那张也不错就直接买了 或者是你整天坐着 你坐腻了 你知道有时候上班族 整天八九个小时 坐在办公室里面 你真的坐一整天 你下班时候你想说 哦我不想再坐着 我想站着 所以此时你去看任何一张椅子 你坐下你就觉得说 就是还好 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你整天都坐着 亦或是你坐在这张椅子上面 因为你习惯特定 你办公室那张椅子的角度也好啊 然后那个柔软度啊 那个椅垫啊 那个靠背啊 所以你去买椅子的时候 因为你已经整天习惯 你的椅子原本的那个角度也好 或是那个柔软度也好 你就是会怎么坐 怎么不顺 因为它跟你原本的椅子是不一样 所以当你看到 晚上不要买椅子 这句话 每个人可能都有不一样的角度去诠释 或是想要去联想说 哎为什么他写出这样的话 但同理 我觉得放到感情里面也是如此 当你太想要一张椅子 就是对的女太渴望爱情的时候 你想要赶快找个人赶快坐下 因为可能整天很劳累 或是你就是心心念念 我要买椅子 所以今天看到任何一张 你倒觉得坐起来不错的 第一张椅子你就下手就买了 或是你就站久了 你知道累了 就像单身单身太久 你就是孤单 寂寞泛滥的时候 你就会随便找个人来爱 这个时候就是判断不是出自于理性上面 而是出自一个 谁来都好 你懂吗 它不是最好的选择 它只是最快出现在你人生中的那个选项 你就赶快定下 所以很多人在试婚年龄 就是赶着结婚 或赶着谈恋爱 但同时定下之后 他才发现说 实际走路关系 实际的进入婚姻状态里面 这个人不如我预期 但我孩子生了 我现在已经就是到婚签下去了 我那个作数已经定了 好像没有回头路 这时候要叫你大转弯或踩刹车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坦感情一样 如果当你遇到了这个人 你可能先去认清一下说 我现在跟这个人交往 是因为我就是太desperate 就是太渴望爱情 太想要赶快定下来 还是说这个人 真的身上有我很欣赏的特质 他是不是值得我托付终身定下来 还是说单纯就只是 我想要找个人爱 也是可以 就是有些人的心态就是 我想要有人陪就要 好但是如果牵扯到 你要长远的关系 或是想结婚生子的话 这个买椅子 然后下定这件事情 你可以去试作 但是下定这件事情 可能就要再三思 接下来下一点关于说 晚上不要买椅子 套用到爱情里面呢 就是太渴望爱情了 反而会让你失去美丽 举例在买椅子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今天去 我就是一定要赶快 今天买到一张椅子 不管它的价格威和 不管它好不好做 就是要扛一张椅子回家 这时候你 那店员是感受到 你想要那个椅子的感觉 那它开的价格 或是你 你坐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的舒适 你就是 还是得买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无法 以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 去买到椅子 或者是买到最好的椅子 因为你太渴望 拥有这张椅子了 跟感情也是一样 你太想要谈恋爱 遇到这个爱卫对象 你可能很喜欢他 但就是太过于讨好 反而会招致对方的讨厌 原本这个人刚开始也是蛮喜欢你 或是对你有一点好感 但有些人就是 他可能刚开始恋爱 或是太久 没有谈恋爱 他单身许久 他遇到一个人出现在他生命之中的时候 他就会想要赶快把它定下来 然后做出很多 明明自己不喜欢 但是就是希望对方喜欢自己 所以会刻意的去扮演对方喜欢的人设也好 或形象 就是想要去揣测说 他是不是喜欢长头发的女生 那我就把头发留长 他是不是喜欢那种很健壮的男生 那我就去练健身 但这个前提是 你自己也喜欢这样的形象 你想要变得更好 那大家没问题 你想要留长头发OK 你想要变壮也OK 但有些人是为了 求得对方的关注 或是让对方喜欢自己 而却变得不像自己 久之后 反而就会失去原本自己的魅力 甚至失去你自己 所谓的失去自己 就是你原本 其实你是喜欢短头发 原本就是喜欢你自己的体态 但他原本就是可能欣赏的是原本的你 但你为了他做了很多奇怪的改变 或是为了讨好对方 去做出很多自己都讨厌自己的行为 这就让你就是活得很不开心 甚至对方也不会欣赏上这样的你 而这又第三点 现在第四点关注说 不要晚上买椅子 放到感情里面的状态呢 就是死 你知道晚上买椅子这件事情 你可能下班之后 你赶得去IKEA 或是什么家具行 你要买个椅子 你会有时间压力 因为他快关点了 就像是一个人 你在求偶的时候 你现在 maybe就已经三十几岁 你会有想说 我赶快想要结婚定下来 因为我想要生小孩 那你是女生 你可能有所谓的怀孕的压力 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时间段出现了这个不错的人 我没有很喜欢他 但是我现在如果不赶快跟这个人谈恋爱 赶快要结婚宣子的话 我很像这辈子就会错过那个最佳生育年龄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让女生 就会因此降低很多标准 或是将就去进入婚姻状态 所以在过去 女生大概超过二十八岁 就会开始有那个生育年龄的压力 在过去的 我说是没有动卵这个手术 然后普及之前 大家就会觉得说我二十八了耶 你知道三十六三十七岁的时候 那时候就会被定调 是你生小孩就会变高龄产妇 所以大家都希望在这个年龄段 赶快能够生赶快生 要生的话 因为有些女生会把结婚生子 当成我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 梦想 或者他想实现的一个目标 那这个时候 他就是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可能比起他过去的恋情 或者对象也好 好像没有这么深刻的爱 但是这个人相对稳定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人都是说 结婚跟谈恋爱 其实是两回事 因为要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 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可能会希望对方 就是可以制造很多浪漫 相处起来很开心 然后很多化疗 但结婚你就会考量更多因素 像是经济状况 两个人是否可以在生活习惯上磨合 或是在三观上面 教育这件事情上面是否可以有共识 所以这时候因为年龄压力 就想定一块关哦 现在这间店要打烊咯 你要买椅子的话 你现在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 要赶快选出一张你想要坐下来 想要买回家的椅子 而这个道理放到感情里面 就是其实你有没有另外一个选项是 我不用急着今天买 就是我今天没买到 没有关系 我可以明天再买 但很多人就是会纠结于说 天哪我现在这个二十几岁了 如果我跟这个爱情长跑多年的男友 或是女友分手的话 我下一段关系还要花几年时间认识对方 还要约会 然后还要磨合 甚至有什么磨合不来 可能还要分手 我下一个真的能够走到婚姻这个勘赞的人 那个对象 你知道不知道是几年之后了 我会不会因此就错过人生最佳生育时间 或是结婚的那个冲动就消失了 那现在那女生有动乱这个选项的时候 其实你那个生育压力就可以解除掉一些 就至少你可以 我就是三十几四十岁要生 我到时候就是解冻我的卵子 就可以拿出来生 也不用这么担心说 接下来要生什么出来 这个问题 好了 那就今天跟大家分享 不要晚上买椅子放到感情里面 太渴望爱情时 你反而容易遇错人给错爱 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面呢 我要来分享 我最近在社群看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我相信应该有些人已经知道 或是已经有在使用 叫做名攀石 它这个攀是攀岩的攀 或者是俗称的消臭石 它做成各式各样的商品 那我看到这个商品是 它做的很像是那种 所谓的制汗剂的那个棒子 它就是 其实是中药行 也买来到了一种石头 有些是把它磨成粉 那你可以沾水涂抹 或者是它就是整颗石头 你沾水是可以直接拿出来涂用的 它在美国或日本 也都有出各式各样 像是那种消臭的制汗剂 或是除臭剂 那它的功效呢 其实它就是本来就是无色 然后也没有任何香料 然后温和 因为它毕竟就是个石头 是个天然的素材 那它在涂抹上你的肌肤的时候 它会有个隐形的薄膜层 它就可以用来抑制一些 那种细菌啊 滋生 就会让你降低汗味或臭味 而且它同时就可以做到 紧致毛孔 抑制汗水分泌的效果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很多人会拿来 做成所谓的制汗剂 但它其实就是一个石头 就觉得蛮神奇的 后来我就查了一下 发现说 这个商品其实以前也常被用来做 就是糊后使用 就是很多刮胡子之后 以前那种老绅士 他们也会拿这个来涂抹 因为它是可以做镇定 同时收敛毛孔啊 控油平衡 而且因为它同时又可以除臭 跟所谓的止汗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在刮完胡子之后涂抹 也是以前的一种保养手段 那这个名攀石呢 我自己是还没有买来使用 只是我在社群上看到 好评不断就推荐给大家 因为现在夏天真的到了 在路上 尤其搭捷运或公车 你知道那个高温不断 挤在里面那个味道 真的是非常的浓烈 所以也推荐给一些 你容易有 那包含状况的男性女性们 不妨可以买来使用一下 好啦那关于今天的节目内容 你有各种意见看法 或是有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 欢迎到iGEN跟我中互动咯 好啦那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下次见咯